HELLO 大家好,我是溫泥甲基層的土豪雷茲 今天來介紹的是神域喀瑪這個13.14的版本答案 基本上大成沒有任何的對手 我感覺只有佐恩雷茲是有機會跟他打的 不過這版本是吉祥要熱羞了 果然他果然跟我上次預言的一模模一樣樣 大家可以再忍耐一下 這套陣有一些非常關鍵的重要細節 也是很多人真的都不知道的 我看到好多人都是鐵頭硬丸 其實我看到真的是有點頭皮發麻的 就是你不知道他的一個核心出裝 或者說深覺條件到底有哪些 然後就直接去玩 其實是非常不健康的一個狀態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套陣的一個核心出裝 還有T0的征服是哪些 然後也會分享一下新版本能玩的陣有哪幾個 然後以後我的FB跟IG都不會再回答 任何跟戰棋相關的一些戰棋資訊的問題 因為我每天基本上都要額外再花個一兩個小時 去回答這些問題 說實在真的是有點小疲累 但是我有創立戰棋的FB社團 也有LINE群 甚至還有圖文公佈啊 並且很快的再更新影片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問題的話 可以多使用以上我提到的這些資源 然後也要記得千萬不要問我 就是我影片裡面已經有講過的東西 例如說 下面如果在留言什麼 欸? 神域卡嗎? 怎麼玩? 要出什麼裝? 那我很就會叫你來我家貴族機關喔 那如果你看完影片啊 或是看了很多人的實況 還是覺得就是一直卡在某一個牌位 歡迎你直接來報名大師圓夢計畫 我們目前剛半沒幾天的 就已經有三位學院爬上大師 還有不計其數的人 已經登上了鑽石的行列 只要讓你是大師以下的玩家就能享有特殊的優惠 兩場可以限折400 無償化則是可以限折1100 並且還可以加入戰棋BiP群 提前看到戰棋的攻略 不但可以認識更多的高章玩家 也有台服前幾名最強的精英 為你解答戰棋的疑惑 還能抽5000點的買卡結束 活動就到月底進去把握 日常有限的沒關係 請不要按個按個訂閱 最後來說都是莫大的鼓勵 感謝你們 好 回到主題 我這陣的主持有 塔利克、聖卡瑪、冰女蕾茲 索拉卡、加里歐跟阿里 一般是沒有生育、三愛歐、二巨石封 OK 如同上支影片的預測 又是個過度病態的版本 其實如果有看過改版資訊的人 應該都會有跟我一樣的擔憂 就是這個塔利克 他加強的實在是太過誇張了 不但魔力下調了20點 護盾量還直接提升了37% 雙雙巨大的增強 讓他可以一頓再頓 那個護盾量極其變態 完全是沒有人可以打穿的一個狀態 只要你前中期二星的塔利克 基本上是無人能抵的 再來就是其他神域體系派也全速加強 索拉卡、加里歐、卡瑪 技能強度都是往上提升的 秋裝部分卡瑪可以去除科技槍、法爆 破防著死貓、大天使、冥火、聚殺等等魔攻裝備 他比較推薦的兩件套就是法爆加上科技槍 法爆的話就是你的爆發傷害會比較高 能夠去明顯的提升 再來就是科技槍能夠增加身體續航的一個能力 讓塔利克能夠達成無限護盾的狀態 第三件的話可以去選擇冥火、大天使跟破防者 冥火的話基本上是你可能前期是有拿到惡兒的話 然後開出冥火的話就可以直接拿 再來就是破防者 現在的效應真的是無比巨大 因為現在有護盾類的一個機關跟角色實在是太多了 因為神域加上塔利克的話他的護盾是能夠一直放 所以其實還蠻常能夠去打到一些加時賽的 所以大天使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來就是塔利克可以去出星火、保衛著姿勢、翻加中轉、號斬燈等等的彈琴裝備 其中星火是相當重要的 其實只要是法陣我覺得星火跟電刀這樣子的一個降防裝 都是極其重要的 所以如果說你能出的話是一定要出的 過前排的速度會快上非常多 麗三卓則是可以去出聖杯、聖杯、聖杯、聖杯跟聖杯 OK這個東西呢大家應該會有一個很多的疑問 就是為什麼不直接給到索拉卡身上呢 主要是因為聖杯提供45點的一個魔力 你讓索拉卡去帶的話 他基本上開場就會發招了 然後他的招式又是補血的 就你開場就還沒有人掉 以前是要補什麼血是吧 所以呢我會建議大家聖杯的話 還是給到麗三卓身上會是比較好的 其實我之前是沒有很關注這件事情 還是看回放的時候才發現 就是這個是一個可以去調整的小細節 而且有時候呢也就是調整了這個細節 你整個陣容的上限就完全不同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很多人還會忽視掉麗三卓的一個功勇 他不是只會暈人2秒而已 而是呢還附帶了目標承受額外10%傷害的一個debuff 這個呢也會讓你更好去過程牌 而且他持續了這個時間4秒鐘 剛好和卡瑪第一次放技能時間是吻合的 接著呢來講到征服裝這一個部分 比較關鍵的我覺得就是助戰神域T0中的一個T0 每當神域者呢施放技能的時候 他就會增加2點的一個魔攻 這個東西呢跟6神域實在是太過於契合了 完全無敵的一個存在 如果說塔里克被惹羞 但這個東西沒有被砍的話 我覺得神域拿到這個還是非常強的一個存在 因為其實他在上版本就有一定的一個強度了 再來呢就是神域轉子 這個東西呢是可以給到塔里克的一個身上的 更好呢能夠讓你在7等的時候 就基本成型開出一個愛歐的基板 再來是戰鬥法師施放技能後呢可以獲得護盾 神域剛好就是會一直放招嘛 所以跟這個增幅呢是相當契合的 然後像是說免費招待券啊 或者說煉獄之氣啊 以及快刷快想也都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甚至啊這些經濟類的一個增幅專制 就是你捲贏同行的一個關鍵 再來其他的一個增幅的話也可以去選擇 像是三人型啊三人成型 還有星條獸的祝福、知己知彼、珠光蓮花 以及潘朵拉的備戰曲 三人型這個東西呢 他會給予四個隨機的一個三費英雄 我有看過有人是直接2-1就二星卡碼的 看到是差點吐顯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說你抽到還不錯的話呢 我覺得都是很棒的 因為現在其實有很多的三費陣容也都是能玩 接著是三人成型 這個東西呢比較少人選 但是我覺得神域還算蠻適合的 就是這個陣的三費卡挺多的 可以讓你的卡碼的坦度更高 然後呢不會太怕刺客還有神射手 甚至呢有的時候你去上兩隻的卡碼 或者說兩隻的塔利克 其實也都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使用的方式呢就有點類似於偷好壯壯 然後建議大家如果選了一個經濟類的增幅 另外兩個就要去選戰力類的 才不會說上限拉不起來 接著是傳說的部分 只要推薦呢就是巴德、鄂爾普羅跟祕密 巴德現在最主要的一個改動就是銀色的話 他會穩定送一個三費卡 只要出現塔利克或是卡碼呢 基本上都是送分體 有利山酌的話呢也是很不錯的 就算這些東西都沒有也沒有關係 其他有很多三費的陣容是可以玩的嘛 像是說里克薩、塔瑞茨還有艾克以及艾克張 都是可以的 只要呢不要出現傑西跟蓋倫就好了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真的都是玩不了一點 不過大家就算抽到爛的也不要太難過 我可以轉換一個心態 把它當作貪圖簡便來用就可以了 然後巴德的話呢彩色其實也都是蠻不錯的 就是現在巴德三個東西 我覺得都是能選的 OK 玩這陣呢是有先覺的條件 我發現很多人都會無腦玩 但真的不行無腦玩 大家還是要盡量遵守一下的一個原則 就是第一個你三至二前 一定要是有吉塔利克跟卡碼的 第二個呢就是要有適合的一個裝備 就是你可能有很多的水滴啊還有魔棒 第三個呢就是有較關鍵的一個增幅裝置 例如說助戰神域啊神域轉啊戰鬥法師 就是我們上面講到的這一些 那你再來玩呢是會比較好的 因為你的上限就是會比你的同行都還要來得高 結容過度的部分 前情連敗或寶血點勝皆可 但是還是比較推薦文顯點勝的一個方式哦 因為現在遊戲節奏是非常快的 容錯就變成至關重要的一件事情 推薦三至二的時候可以去身上六等 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大刷牌組出一個基本的陣型 可以先用卡碼、塔利克、加里歐、蛇女、索拉卡 然後再搭配一個任意的堡壘牌 像說波比或是說冒牌都是可以的 接著三至五或是說四至一的時候去身上七等 七等的話呢就可以組出我們一個完整的陣型了 其實大多的時間呢會卡在七等非常的久 在這邊最關鍵的事情呢就是刷到聖這一張牌 你的陣容強度呢就會有非常明顯的一個提升 在七等的時候呢我們要去追出三星的一個卡碼 塔利克還有麗三佐 但是如果說經驗有同行 或者說金額賬數實在是太少了 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去直衝八等 補上賽特或是說阿里抽艾歐的羈絆 OK這場的話呢卡碼其實是三星的非常晚 就是在五至五的時候才達到三星的狀況 就是在剛剛而已 但是其實二星的卡碼它就有一定的鎖顯能力 那主要也是因為麗三佐幫忙補了很多的一個傷害 你可以看到麗三佐先放了這個招 然後先去暈對手的一個角色之後 接著卡碼這邊直接補一個傷害 冥火的傷害我覺得也是非常高的 大家其實如果說你是習慣玩惡的玩家 也可以選擇玩卡碼 然後你就直接選冥火的一個類型 對面的話呢它是玩艾歐的一個提升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它又卡著一個惡心的卡碼在那邊 其實有的時候你就要去觀察一下說 是你比較糊還是同行比較糊 然後現在基本上都會有人卡你的卡碼 就像那個玩艾歐的 它就直接卡了一個惡心在身上 然後我跟大家說一下就是百味的部分 真的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今天的話呢 你盡量不要有讓對手太多去疊這個 泰坦的一個空間 只要它的泰坦疊不起來 你基本上都是輕鬆虐殺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最好 欸有的時候要嘛就是直接打它臉上 就是你覺得你自己傷害夠的話 像這裡其實我是想要直接去打那個 打瑞斯的一個部分 但是被它躲過 不過這邊卡特會直接秒掉我們嗎 沒有卡特沒有秒掉我們 竟然是我們秒掉的卡特你就知道 它卡瑪這個傷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噁心 而且它神域的話就是一直狂疊 作戰神域就是傷害無上限的一個狀態喔 你疊的速度不但非常的快 然後呢你科技槍又可以補的回來 OK然後大家可以觀察到一件事情 就是星火也是一件很重要的狀 這一場的話呢 是我帶我第一起爬奔的一個狀況 因為他跟我求求說他不太會玩這個陣容 他玩這個陣一直輸 然後我就發現他的擺位呢 真的是一個還蠻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塔里克旁邊左邊右邊 是都可以去擺人 因為他就是會去保護他的一個友軍嘛 但有的時候如果對手有一些控場的話 其實你也不用就是全部的人都擺在一起啊 因為你可以看到就是 其實其他的角色他們還是會往塔里克的一個方向靠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不太像說完全擺在一起的 OK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話就是完全碾壓大洞的狀況 但我給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就是神射手其實是比較好打卡瑪 我目前觀察一下我覺得雷克薩格這個神射手是有機會打贏卡瑪的 但是如果今天卡瑪有科技槍 而且他有巨殺這樣子的裝備的話 他其實還是能贏的 就是比較看說到底是誰比較糊的一個狀態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 三之二最好要去刷牌 然後讓你的所有的牌面的質量呢有所提升 不要一昧的想說喔我一定要到四之一的時候才去啟動刷牌 這時候都有點回事意外了 OK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五之五這邊其實有遇到一個妖魔鬼怪 就是對面的話呢他是已經大成了救護體 所以就是他基本上所有的五費卡都是已經來到惡性的狀態 但是他的惡薩斯是直接被秒殺 然後他的後援也是完美的身杖 尤其是現在阿里又很強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場呢沒有去拿到阿里 就是對面的阿里已經來到惡性 其實這邊打的是非常可怕的一個狀態 但是沒辦法塔里克的盾實在是太厚了 有沒有看到他是一直瘋狂護盾耶 這個護盾完全做壞 就是這個塔里克真的是太坦了 然後卡瑪直接打了一個兩萬輸出 我直接嚇傻 有的時候你甚至會覺得 這個塔里克好像盾比血都還要厚了 最後跟大家推薦一下就是現在版本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一些陣容 就是像埃可桑阿然後卡瑪 卡瑪他就是還沒有熱羞阿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他是一定會熱羞 所以對這個東西的話大家可以再去關台下說他熱羞的一個狀況 然後三費的話就是還有雷克薩剛也有提到 然後像達瑞斯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達瑞斯現在其實不會到很推薦去合泰坦這樣子的一個裝備 因為達瑞斯的話他現在打的是比較偏向爆發的一個傷害 所以最好是去做那種無盡阿正義這樣子的裝備 然後快速的去砍 像我覺得對手他的裝備就還算蠻不錯的 就是我們六之一有看到這個 他其實諾克薩斯是超級無敵大成喔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艾特有裝 卡特也有裝 甚至呢他的達瑞斯也都是就是每一個都是完美的裝備 甚至還拿了這個遠情 就是對手的一個戰力征服裝置 整體來說其實比我們強大非常多 但我們還有辦法贏 就知道這個陣真的有點太過變態了 因為正常來說法陣應該是要比較難去打刺客 又或者說這種鬥士的一個體系的 其他的營運陣的話我覺得就是你真的要比較糊 或是說前期很順風你才有辦法去玩陰運陣 那陰運陣比較要推的就是阿祈爾 我覺得阿祈爾還是很強 不管是高速瑞瑪或是說戰略的一個體系都可以 再來就是大東 大東的話就是去走巨石風然後神社的一個體系 弗雷神社 然後潔力也還可以 但是呢前面就是一定要去開這個皮爾托服 接著呢像是其他塔利亞或是說賽特 虛空行走的一個塔薩丁以及嗜血獵人 我覺得也都還不錯 但是呢他們就是比較剛需一些特定的征服裝置 最後講一下這個傳說那個巴德 我覺得現在三費卡的體系真的都有點太強了 所以現在巴德的話就是很好的一個選擇 那就看之後設計師怎麼去做調整 除非三費卡都很爛啦 那巴德才有可能說被弱化 喔最後最後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Bug的部分 就是愛刷呢這個東西是有Bug的 千萬不要選 當你觸發那個要一塊刷牌的機制的時候 你本來呢是只需要花一塊錢 然後就能夠刷牌了嗎 但是現在的話他就變成說 哎你觸發了這個效果之後 只能擁有一次一塊錢的機會 後面呢就都還是原價 所以這個東西先別選 然後再來就是快刷快想 這個東西現在就是即使是開始戰鬥的一個回合 他都還能夠繼續觸發快刷快想 所以有點太過變態了 然後其實Bug還有蠻多的啊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區多多分享 就是你們現在遇到一些Bug啊 或者說覺得有點太OP的一些狀況啊 都是可以的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的內衣收看 今天做的比較乾一點點的 所以就是都用CC字幕 還請大家見諒 然後明天星期六的話呢 晚上六點呢有冠軍之路的決賽 是由我和Rex播報 星期日的總決賽則是有Rex和Rex播報 大家都記得鎖定一下 那就下次見啦 掰掰